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唐善书 训父道 主诸先佛为无极和仙姑 第29章 甘草如性性调和 和仙姑将 钱如天 昆如地 钱为父 昆为母 母之伟 赛于能荣 滋长万物欣欣向荣 妇女之价值极美好 除当如地之能包含而外 更须如药之甘草 能调和药性 使之发挥药效 故此 女性当特别注意柔含及调和 才能真正显示出妇女之纯美 妇女之真美 在于其柔和也 如果一个妇女不知羞耻此内涵 则非女性之本质 须能了悟此理 才是善美之架 故此 不管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角落 任何层面 以此特性处之 无有不克及完美者 更且能借以发挥女性之美德与修寒 使之能达于升华之境地 也是女性真正修持的主要原则之一部分 不得不戒慎而修持之 譬如日常生活中 婆媳之间也好 夫妻相处也好 面对子女也罢 或者与朋友亲戚邻里相交也好 都如能以柔来调和 哪有婆媳有举语之来 哪有夫妻不合之来 哪有子女代沟之来 又哪有亲朋好友邻里不睦之来呢 因柔以调和 不管任何之嫌隙 都能加以弥补与调适 故此 女性之特质是真正的调和剂 有如药中甘草之妙用 又如能以此柔美之性 发挥于己身之修持 有何可与之比拟 因一切真正的美善 如果加以细心的体悟 全都存含于柔和之中 故一个妇女本身 存含之特质当设法 加以利用 不可将其毁之而败落妇女之美德 无其所盼者 己身能多用之发挥其效 恢复原本女性之美制 柔如水 可克任何之刚 可化任何之粗硬 故柔赋予妇女身上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借妇女 来调适世上任何之不能克者 妇女柔性之所以伟大 其因在此 如舍此妇性 性必失落 如何能为母性之光辉呢 其妄是知妇女 自小多体悟此真理 培育其完美世间之美好 可妻可待之矣 妇性于人之性 性修反其原本 就是道成也 妇女之柔性亦当妇如此 才是应该 才能得妇女之美德而道修 故可明只要能确切发挥此点特性 不必为如何修持才能成道而伤透脑筋 只要做到这一竹点 即可复兴而返天 其余以免之 肯定了 未经许到这一竹点 相当地的环境 也许到这一竹点 后面 将面 不必要 短片 变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